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各国中最伟大的领导人物之一 像这样一些外国的最高领导人 由于一些主观以及客观的原因 即使他们是基于自己真实切身的体会 而对主席做出这样的评价 还是无法避免其中的片面性 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对主席进行审视 就会发现这些人对于毛主席的评价 还是避免不乐的会出现偏差 没有那么精准 在诸多的颇为流行的对于毛主席评价中 即使有一些确实是从客观的事实出发 但是也还是需要一些历史事实 与专家用科学性的方法来进行比较研究 经过这么多多年来 对于主席的研究分析 到现在我们才发现 主席被宋庆龄尊称为独一无二的领袖 这是到目前为止 对主席最为科学客观的评价 和马克思一样 在他过世后不久 他的肢解恩格斯就对他的一生 做出了最为科学客观的评价 我们的宋庆龄来的 也在伟大主席过世后没多久 就以主席在世界上 享有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从最全面透彻 最客观 最公正的立场出发 并且运用了自己学习 到的贯通于中西方的学识 再拿他跟自己最为敬重佩服的伟人 孙先生的生平事迹来进行不断的对比 且和自己在这数十年中 对于主席的了解 最终写了独一无二的领袖 这篇文章在人民志报上发表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这一生的知己 他最具有资格对马克思的成就 进行最为准确科学的评价 同样的道理 宋庆龄其实还挺了解主席的 所以他对主席的一生做出的评价 最客观 公正 所以 对于他对主席的评价 是最能够让人们信赖的 宋庆龄之所以称主席为独一无二的领袖 是因为他为世界的历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主席在世界的整个历史长河中 他都是那个对全人类具有最大贡献的领袖 因此 宋庆龄对于主席的评价 确实是最为精辟的 各国的政治要员和一些学者 对于我们主席的评价中 有不少人把他和在世界的历史上 有过最接触贡献的人物进行比较 彰显出他不可替代的成就和贡献 而并没有将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 我们将这些论证都结合起来看 将主席定位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袖 的确能够将学者们分析研究的成果统统精准的 概括 宋庆龄奶奶对伟大领袖主席的精准评价 是他从各个方面的不同比较研究中 用最为精准全面的客观证据来证明他的真实性 因此 他的这一评价是最为可靠科学的 是最能够经受得起历史的沉淀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